德先生这么说 关注的一个新闻焦点 连我们早安台湾的网友 昨天也在网路上有讨论到这相关的议题 是这个专卖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 最近是发生了老板还有员工 五个人是相继的失踪 对如果讲的耸动一点 我看到最近有一些标题 就是这五个人基本上是人间蒸发了 他们到底去哪了 家里头的人根本不知道 但是也有一些人 其实陆续已经打电话 跟家中的太太报平安了吗 是我们看到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李波 他是失踪的五人之一 他昨天是写信传真给书店的员工报平安 他是表示他是采自己的方式 回中国大陆处理有关的问题 一切正常 好这个新闻 到底这个后续的发展怎么样 大家很关注 所以我们在今天电话线上 特别为大家连线访问到台湾出版自由阵线的发言人 同时也是魏城出版社的总编辑 庄瑞琳庄总编 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台湾的出版界 怎么样来关注这条讯息 总编你早 总编你早 两位主持人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我看到在第一时间台湾的出版自由阵线 也对于出版跟言论自由遭到迫害这个事情表达严正的抗议 所以我想先请教总编 为什么台湾的出版界会这么样的关注声援 甚至现在有很多的连数呢 是这样 即便现在可能台湾香港主要阅读的是繁体中文 中国大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他们读的是简体中文 看起来我们是不同的中文出版市场 但是其实两岸三地在整个 以中文出版的阅读来讲 其实交流是蛮频繁的 那不管是说是彼此的一个书的销售 或者是说在翻译书稿上的购买等等 其实这十几年来的交流是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彼此本来就会关注 就是说对方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其实即便不管是不是 同样都是中文阅读的市场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种不合理的 一个出版跟言论自由的一个抵桌 或者是甚至比较严重的话是迫害 那我觉得我们都有那个必要 就是说去声援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说去关注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想以现在的21世纪的情况来讲 其实大家都不乐见 就是说即便在中国 我还是持续有这种人权的情况 是倒退的 那我会觉得基本上不论 是不是他们是否平安 或者是他们那个性是不是真实的 就是他们的平安性 那我会觉得这些其实 以我们常理来讲都不是很合理的情况 那我会觉得这些都无法说服 就是说其实一般有理性的公民 或者是说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那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 因为我们觉得即便是不同的市场 我觉得站在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民主 和人权的一个有认知的情况来讲 我们都有需要声援这件事情 对 特别他牵涉到了出版跟言论自由 这应该是普世价值 不管放到哪一个地区或国家 都是这样子的 那香港铜锣湾书店是很有名的地方 是因为有一些大陆游客 很喜欢到香港 或甚至是在台湾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游客 喜欢带一些在大陆看不到的书回去 所以香港铜锣湾书店 这个事件主要发生的 这个老板跟员工 他们只出版所谓的在大陆是禁书 但也因为它是禁书 更让很多的大陆民众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讯息 像我们在这几天的陆续新闻里头 就看到香港的支联会主席何俊仁 就说根据他们了解 书店被劝阻出版一本 和习近平年轻之后的情人有关的书 这个姑且不论这本书的内容 但是出版就是一个基本的自由吧 那所以在整个台湾出版自由阵线里头 你们所发表的声明稿里面 大致的内容是哪些方向呢 比较的内容是在于讨论说 是不是中国有可能他们 因为在去年7月他们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也通过了反恐法 但是你如果去看他的新的国家安全法的版本里面 其实他把国家安全的定义 就是定义得非常的广 大概连粮食或是能源 那不是传统的政治军事而已 就文化种种方面都被列入国家安全的范围内 那他在这些范围之内 他都可以依法去惩治 他认为有害或是说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人 那我会觉得这个其实在过去台湾 经历了38年的一个戒严时期来讲 其实有非常类似的情况 也就是说政府他会用一个看起来是合法的 或者是说他符合他的法律架构的 来针对就是说跟他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惩治 那我会觉得这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剧本 也就是说基本上他是进入了一个以官僚的手段 然后来对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整肃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声明稿里面 我们主要是要去强调就是说 我们会关注这件事情 是不是不一定是只要立法 符合他中国共产党的法律程序就可以这么做的 因为这样其实可能还是对于一些 一般我们来讲 我们对于人权和普世价值的一个兼职 是有抵触的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比较是站在这样的立场 来观察目前中国和香港的一个情况 是我们也看到说香港支联会的主席何俊仁 他也提到说这个铜锣湾书店这五个人的失踪 是形同政治绑架令香港人心寒 那也呼吁中国大陆是要立刻放人 否则会冲击到一国两制 那我们又看到这个香港基本法 是保障香港人的人身安全跟基本的人权 如果说你要贩卖这些政治敏感的书籍 是不该会被失踪的 那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说 这个人是被大陆官方带走的 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是代表香港的一国两制会破功了吗 其实对确实就是说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 我觉得这件事情目前更最急迫的 就是说必须要知道真相 就是说他们到底在哪里 然后是不是有经过 即便如果真的有任何违反国家安全的之余 那还必须要有一个合法跟合理 还有透明的一个程序 那我觉得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说 香港当局跟 是不是中国 先知道中国 这部分我觉得必须要厘清 而且香港当局可能是 最应该要先回答这个问题的 对那我会觉得说 先做到这些 我们才能去并言 就是说所谓一国两制是否破功的情形 因为我知道也会有另外一方的声音 觉得说是不是太早定论这件事情了 然后会有一点 好像是说相反的有一点 有点未审先判的感觉了 对是说好像用另外一种阴谋论来解释这件事情 但是我会觉得 这就是不合理的情况 就是在比较 在目前的这种 当代的一个情境里面 怎么 我觉得不应该说 在任何的政府的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 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觉得一切就是说 应该要公开透明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一般人才有办法再去想 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跟政治的关系是如何 那不然我会觉得 当然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而政府又不够用公开透明的态度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会像你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会去质疑是不是政治的因素 然后是不是这表示一国两制的一个破功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关注 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象征性 很有指标性的事件 也就是这件事情会影响大家对香港政府 还有中国共产党 如何看待一国两制的一个看法 是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的特首梁振英 他昨天是召开记者会声明立场说 根据一国两制的安排 还有香港基本法的规定 只有香港的执法人员才有权在香港执法 而内地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的话 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不符合基本法 这是香港特首的说法 我们在今天电话线上访问到 是台湾出版自由阵线的发言人 同时也是魏晨出版社的总编辑 庄瑞琳庄总编 主要是香港头龙湾书店 老板跟员工五个人相继的失踪 也震撼了两岸三地的出版界 所以庄总编 我们这样谈论到现在 这几天的新闻标题 用失踪人间蒸发 这样子很耸动的新闻 但是也让婉璐 我自己想到在戒严时期 其实在台湾 也经常会有人可能敲门到你家去 然后就把某个社会扰乱分子给带走 然后呢 就之后可能音讯全无 也可能最后家属收到的是 被监禁几年的一个这样的残痛的讯息 所以这个过程 没想到此刻还是会在香港发生 是不是呢 是啊 就是说如果可能大家 我可以讲比如说像陈文成事件 就说它大概是发生在1981年嘛 那它的情况也就是说 是一个刘美的数学教授 然后他回到台湾 那他也是就是从家里被带走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就突然离开要配合调查 这样子 那被配合调查结果 后来他 他们情治单位的人是说 有把他平安的送回家里 但没想到隔天他去了城市 在台大校园 那所以就说这件事情始终到 从1981年到现在 始终是一个悬案 那我会觉得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悬案 是关系的是一个人的生命 跟一个家庭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会有任何可能 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这样子 对那我会觉得说 今天不管是说任何政治上的 或者说违法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都应该要更合理的发生 而不是说在发生这种 我想 对 我想会震撼大家是因为 大家现在觉得不应该再发生这种事 对 在台湾如果 希望你配合调查或者期待呢 您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多做一些说明 其实都有一些法制的程序 像我们经常看一些香港电影 不就是这样吗 很多的警察也会在拘捕的时候 说你现在所说任何一句话 都将成为成堂政贡 你有权保持揭末 对 这是在港片里面 我们经常看到的 当然我们也只能说此刻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失踪事件 是跟出版跟言论自由的侵害高度相关 但是后续当然还有很多 大家应该要持续来关注的地方 是 不过谈到这个创作言论 还有出版的自由 其实台湾从1987年解银以来 是拥有了目前这些 我们所享受的这些自由 对我们来说 这是像空气一样 很自然的事情了 可是其实这也是历经了 好一段时间努力而来的吧 是啊 就是说我觉得 其实在世界各地 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大概 台湾是1987年戒严 那其实1980年代 就是其实全世界 大概有80几个国家 都是从威权政体 走向民主化 所以其实这整个是一个 很大规模的一个 全球化的民主浪潮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 就是说有很多国家 都在面临这样子的 转型正义的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 就是说中国在 在现在是2016年 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会让大家特别觉得 震撼的原因这样子 那其实台湾在 1987年前后 然后整个就是说 戒严长达38年嘛 那其实 禁书啊 然后因为 因为就是 看了不应该看的书啊 然后因此就要做了 这样的事情过去 在台湾也不断的发生 对那 那所以据说 其实能够拥有到 我们现在 就是说 基本上在出版社来讲 我们基本上出什么书 已经不会受到 任何的 任何的检查 或是也不需要 跟任何政府单位 申请的情况 那我想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 正因为我们走过 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更应该 要珍惜 也更应该要去 声援 可能还没有这样子自由 甚至可能这样的自由 会要被剥夺的 一个地方 这样 是在台湾近几年 独立出版社 也越来越蓬勃发展了 越来越多了 所以总编意思是说 独立出版社在台湾 你出什么书 怎么样的内容 其实是不必经过 像过去一套 严格的审查程序的 对 就是说基本上 就是不会再有任何 所谓官方的标准 认为什么是敏感的问题 那我想 最近其实这两年 确实我们在跟 不管是中国的 出版界的朋友 或是香港出版界朋友 交流的时候 都可以感受到 其实整个 中国的言论环境 是很紧缩的 因为包括说 台湾的书 能不能够进到中国 它以前在 比较是针对 人文社科的书籍 会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批 但是现在 它整个审批的类别 已经扩展到 其他所有的类型了 不管是文学 或者是即便是生活的 饮食啊 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书 基本上都要经过审批 就它整个时间 都拖得非常久 然后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某一方面来讲 有时候也显得 比较非理性啊 比如说 曾经有一位 有个有色的书 它其实是甘地的传记 但是因为它的书腰上面 是放了达赖喇嘛的 头像 所以他们就以为 这跟达赖喇嘛有关 就不能进去 所以这都会出现一些 我觉得其实 其实有一点荒谬的情形 那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对知识 或者是 就是说文明方面的 一个流通 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其实受到政治的 那个因素 干扰太多这样 因为我在网路上 有看到一个香港独立出版社 他甚至举一个例子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确实啦 可能我们的大陆网友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回应 就是 甚至旅游的书籍 在里面有台湾总统府的图片 也都会被要求需要修改 所以甚至旅游书籍 也需要审查了 其实这个东西 反而本来就是基本动作 也就是说不管是 就是两岸的书籍 在彼此这边出版的时候 针对就是一些名词啦 或者是 就是说都会做修改那样 那我觉得台湾的 比如说台湾的 像以前就说出现总统 或者是说台湾的立法院 其实到对岸都会被修改 也都要引号嘛 就是向引号下引号 对 对 就是说他们都会做一些处理 所以本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我想像是旅游手册耶 就是台湾总统府 现在都开放民众可以参观了 这也是个旅游的景点啊 是啊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情况确实是 跟过去来比的话 其实就是会相对比较 比较 我觉得会有一点太过敏感 这样子 那其实我相信 在中国工作的出版业的朋友 应该是相当的痛苦 因为他们 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是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以往这些事情 我们可能都是在业界当中传说流传 但是我想为什么铜锣湾的书店事情会值得大家关注 是因为他比较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 让大家更具体的感受到 什么叫做言论跟出版金额的紧缩 是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件事情 国际特色组织的东亚分部主任林伟 他也有作为表示 他说 这个铜锣湾书店卖的书刺激了北京当局 那香港出版社是正面临各种的压力 还有威胁 香港正在慢慢的窒息 他用窒息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件事情 所以左边您也曾经跟香港的独立出版社 做了很多的交流 那在香港真的有独立出版的空间吗 其实有 因为他们有蛮多的比如说二楼书店 那现在尤其是雨伞运动之后 有非常多 比较明显是说雨伞运动相关的书 可能在所谓的三联中华商务 这个我们在业界来讲 这都三中商系统 他们比较是已经是属于国营的出版事业了 他们可能进不去这些书店 都只好到二楼书店 所以有很多独立出版品 他们其实就印的越来越少 那甚至其实出版这些独立出版品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这个卫生 他们其实就有点是说 因为量太少了 所以他们也只能够就是不拿任何版税这样子 不拿任何版税跟稿费的情况下出书 然后就是把书放到 只是在二楼书店贩卖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对这个其实在出版来讲 这不是好事 你说这不是常态的 本来出版就是一种文化生意 它是一个文化产业 所以不应该说 所谓的慢慢置疑是说 它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形成一个 一个正向的 说比较正常的一个循环 它可能会让一些写作的人 他甚至拿不到任何的稿费 所以我会觉得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现象这样 慢慢的窒息 也让今天的节目访谈越来越让大家感到觉得悲观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跟香港的朋友 一些比较做独立出版的交流 我还是感受到他们非常强烈的活力 所以我会觉得说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香港其实他们现代化的非常少 所以其实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文化人都非常的优秀 就是我 你替他们感到就是不平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么优秀 有创意 有文化的一个地方 他们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钳制这样子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 基本上即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在做 他们的各种文化的展现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不管是 在台湾你是不是对香港出版够了解 我觉得都应该要关心这件事情 是好的 我们现在今天电话线上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湾出版自由阵线的发言人 未成出版社的总编辑庄瑞玲 谢谢瑞玲跟我们的所有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